过来 站好 是不是你干的 不就写几个字吗 苦什么苦 你可知道 那宣旨是韶药他爹省吃俭用才买来的 这下全被你毁了 骗人 不就几张宣旨吗 值什么钱 你跟我走 带你去个地方 走 阿舅先生这是哪里啊 我怕我又走 勺药的家就在这附近 这便是勺药的生活 走 这位婆婆 您捡这药渣做什么 这家女人得了肺劳病 我家儿子也得了这个病 我们买不起药材呀 就只能在这家捡些药渣 回去再熬一熬 这位姑娘 你这是去做什么 后山不是刚下了长雨 我去摘些蘑菇来 要不然孩子半夜总饿得睡不着 他们怎么都这么穷 他们都是勺药 这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勺药 他们毫无尊严地活在这个世上 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小贝 我知道你心中的苦恼 我也知道你身份的确是特殊 但其实我们是幸运的 你是王爷的儿子 从小就一事无忧 而我呢 我爹娘起码还有一份屠户的营商 这从小到大 餐桌上就没缺过肉 但我今天带你来这儿 就是想告诉你 不是每个人都如我们这般幸运的 这未来的日子里 你在献血里 还要和大家一起朝夕相处 不管是勺药还是阿黄 他们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他们为了能来献血读书 甚至很有可能 是家人豁出了性命才换来的机会 我不是让你怜悯他们 而是希望以后你们能互相尊重 你不是一直说 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那以后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考虑 这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一定会让人尊重 但绝不会让人惧怕 明白吗 阿九先生 我知道了 我回去后一定小少要道歉 走 听高正说 这附近有可疑人等出现 我便开始心神不宁 若非公务缠身 我真该留下来陪你 若真是有胆人 你留下来有何用 拖我后腿啊 既然生不能同寝 那死也应该同学嘛 呸呸呸 少说这种倒霉话 总之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若真遇到麻烦事了 腊梅也可以顶一会儿 老爷 我还在呢 对不起啊 没看见你 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早日处理完公务 我们也早日安心 那我走了 谁啊 没人啊 老爷 你是不是看错了 照顾好自己 回来 我睡觉了 那我叫你 回来 哈 干嘛 后路 你 来吧 来吧 今日可是太累 都产生幻觉了 小贝 小贝 在你大晚上不睡觉你 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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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和人 别跑 小贝 走 哪有意儿 小贝 你醒了 娇姐 我刚才感觉有一个人把我装在了一个麻袋里 天选地转的 怎么回事 你别怕 你给我娇姐她 小贝 小贝 爹爹 小贝 爹爹来了 别怕 我才不怕 你这小屁孩 就别故作坚强了 该哭哭 没人笑话你 爹爹 你怎么现在在来看我 我都想你了 爹爹 爹爹错了 是爹爹错了 好 不 不 icide 不 就是 不 意 是 即 此番去襄州赋任 怕是又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 徐老弟 你可是我宁王拒荐过去的 到了襄州啊 好好干 可别丢了我宁王的颜面啊 上次那个费劲 有意烧毁鲜血 目的很显然 就是要毁掉我的晋升之路 只可惜后来线索断了 查不出幕后是谁在捣鬼 所以我这心里也一直不踏实 这个你放心 胡椒对小辈有再造之恩 那也是小辈半个娘亲 所以此行你去 无论遇到凶疾祸福 我宁王府 都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怎么 难道我不是你的大贵人 多谢宁王殿下厚爱 请家定当客进之手 你们夫妻二人此聚襄州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要随时和我同心 殿下一路平安 跟徐大人和娇姐告别吧 保重 告辞 五郎兄 告辞 出报 来 拿着 这一路山高路远的 餐食可得备好了 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这么丰盛的 还是你最柔道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前几日还没有什么感觉 如今真要分开 这心中平生了几分不舍 高大人 莫哭 手拿开 风沙迷了眼罢了 高大人 您这脾气啊 多多少少还是要改一改 这新上任的上庸县令 不知道脾性如何 你若总是这样冷言冷语 怕这今后的日子 不会好过 宽好你自己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 眼睛睁条缝 省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不 要不你随我一同 去襄州府堂了 相公 你这说的什么话 高大人若是跟我们去了襄州 那玉娘怎么办 好 登山临水送江规 咱们有缘再见 什么有缘再见 是一定再见 即便他们不来襄州 我们也会回来看望他们的 好 那一定再见 一路平安 走了 走啊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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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夫人 咱们到襄州地界了 歇会儿吧 好 好 那咱们就下车松开松开 好 夫人 吃些东西吧 嗯 咱俩一块水好嘞 老爷 喝点水吧 不用了 老爷 您这一到襄州就五品通判上任了 不然呢 不然呢 老爷真是人中龙凤啊 这入室刚一年光奖 就从八品县城执升五品通判 永寿真是没跟错人哪 要想人钱显贵 必得人后受罪啊 哦 永寿 嗯 瞧瞧我这双手 我这双手 我光了多少只笔杆子 我自己心里都记不清楚了 什么叫百无一用识书生啊 次言差语 那都是我寒窗苦读十余载得来的成果 当然了 这人哪 除了得努力 有时候还需要那么点运气 哦 若当初我们赶赴上庸之时 没有遇上那个齿文君 想必 也不会 底下如此大的一件功啊 你若待会儿再遇个齿文君 岂不是要升至二品谢氏大夫了 娘子 那个叫御史大夫 夫人 你们快看 不是吧 娘 孩儿不孝 先去见爹爹了 站住 你可是有什么冤屈 你是从香州陶狱出来的吗 你倒是说说呀 我们能帮你啊 阿嬌 永少 不得无礼 好 哦 来 你们 你们是谁啊 小兄弟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为何要轻生啊 小人名叫画兔 是这香州府的采药人 好不容易才在山上采得了这些药材 又是烘焙 又是烘焙 又是亮晒 满活了数月 结果却在城里卖不上价钱 我就想着 能不能卖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 我又没有长途孕药的经验 没想到道路不守 一不小心 就翻到河里了 我拼了命才捡回来 这么一点 我跟我老娘 就指望这点赢钱活命呢 都怪我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这些银子你拿着 药材我们全部买了 使不得 我这些药材 都已经不能用了 你就收下吧 你听我说 这些药材 我刚刚看过了 的确大部分 都被河水给抛过了 可是 那些鸡血疼 还有剩下的部分 拿回家太阳晒一晒 我觉得药效应该也不差 两位活不上 快起来 小的给你们咳嗽我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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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您拿着 我这一车药 值不了这么多钱 小的 这就把鸡血疼给您包起来 安安 兄弟 你快回去陪老母先吧 是啊 小兄弟 回到家后好好生活 千万别再干啥事了 谢谢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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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些劣质药杨 为何你们二位 对这药材的价格 如此熟悉 小人在上庸的时候 宋鸭司 不是看我不顺眼吗 有些动刀动枪的活 就都找我去 受伤是常事 久而久之 这药材的价格 我就都知道了 我也是在上庸的时候 听见大夫说 他说那时候 香州运过去的药材 全都涨价了 可现在我们到了香州本地 这药材 竟然还便宜了许多 或许是他心存感激 不愿意多收银两 才故意没给我们施加的 驾 驾 驾 我们在上庸时 好不容易攒了那点银子 都贴补到献血里头去了 线下刚到香州 这银子 怎么看都不够实啊 救人一命 盛造气急浮屠 你做得没错 可是 咱们还得租房 又是一大笔开销吗 这件事情 我早有打算 这香州府衙 有一位流露使 前阵子便拖人来信 说这香州府衙中 有一处闲置的庭院 可供咱们落脚 当真 那可太好了 老爷 夫人 香州到了 知道了 可是 许大人到了 流露使是吧 对对对 是我是我 许大人 一路辛苦啊 这位是我的娘子 许夫人好 谢谢你啊 还白给我们房子住 应该的 走 我们进去瞧瞧 夫人请 兄弟 帮忙搬一下行李 晚上没事的话 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吧 大人 若是没有什么别的吩咐 小的便回去了 也好 那就明日府衙见 好嘞 小的告辞 告辞 这房子可真不错 比起我们上用的院 可宽敞多了 就是 这前天好气派啊 走 我们去厢房瞧瞧 夫人 咱们都饿一天了 要不然我先进烧火做饭吧 不必了 晚上跟着许大老爷 吃香的喝辣的去 我们哪有闲钱出去吃啊 许通判出道乡周 难道连个接风宴都没有吗 谁要给你办接风宴 自然是乡周之府寒南盛 你忘了 当初我出道上庸之时 不过是个小小县城 这朱亭仙不也招待了一番 如今你相公我 可是无品通判呀 他寒南盛 还不得大板宴席 不错嘛 许通判 这无品官员 待遇就是不一样 那是自然 娘子 咱们的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 要不给我 送你 你不 zijn 的事情 好酷啊 要不 再等等 我现在就去稍后做饭 这些药材这么潮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晒完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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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我上午盘算了一番 终于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情 徐清家这个骗子 夫人 咱们在上庸的时候 他的俸罗就不多 每天勒紧裤腰带 啃着馒头咸菜过日子 那也只是勉强持平 我这开店挣大钱的梦想 这辈子还能实现 那我们要是在乡州也开家肉铺呢 这我早就想过了 可徐清家现在是五品通判 若是自己的夫人 在外做着杀猪宰羊的生意 他在外面面上无光啊 这男人就是麻烦 还得顾着他们的面子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夫人 我算是明白了 这男人是靠不住的 还是我们自己琢磨琢磨 想想能做什么营生吧 烂梅 这香州既然盛产药材 咱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想想 夫人 您是想要卖药吗 赶紧收拾收拾 我们现在就去趟药铺打探一番 好 走 来 老爷 这香州府真热闹 比上庸好多了 那倒是 上庸不过是个小小县城 和这香州府是没法比的 就你这刷锅水 我捏着鼻子也就喝下去一半 我给你一文钱都算是好的了 你 你别走啊 你一个死老婆子 婆婆 刚才这是发生了何事啊 你是哪位啊 我是香州府新上任的同判 你有任何的困难和问题 可以报官 也可以和我说 同判啊 走走走 别上我这儿抓好人了 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啊你 好 那你把我老婆子也抓去吧 你 有事 走 老爷 没想到香州这么大的州府 民风比上庸还要彪寒 可我感觉这好像不是民风的问题 那是为什么 徐大人 汤大人邀您前往萧香驿馆移居 汤大人 哪个汤大人 就是咱们府衙的汤通派 知道了 你这当归的成色和品项不过如此 就午前竟然要两百万 夫人 要不成您上街上打听打听 看看这整个香州府 有谁家药铺能比我这儿更便宜的 难不成 这香州的药材最近紧缺了 所以才涨了价 那倒也不是 咱这香州府啊气候湿润了 山上的草药长得也茂盛 上山采药的浓货也多 药品肯定充足着呢 那为何如此昂贵 我说夫人 您要是不买东西 就请往边上站着 别影响小店做生意 拿了 夫人 您不会是想要去做采药人吗 那个太危险了 老爷一定不会同意的 你这小脑袋瓜子 还是这么不好使 香州已经有这么多采药的人了 咱们还有什么可赚的 那夫人您想做什么呀 你想啊 昨日那采药人 一板车的药材 才卖给咱们三辆银子 若是价格真如此低廉 咱们何不开家药材铺 再把定价做得公道些 这些黑心铺子的生意 不就都被咱们抢走了 夫人 你真聪明 这做起生意来 许秦家还未必有我厉害呢